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浮相救人,我是小镇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茶花花期的施肥 现在呢,这是茶花的运累价 我们想要茶花开得多,开得好 那施肥是尤为关键的 这些呢,是我养的一些茶花 这个是四季茶花 他们现在呢,都在运累价 别看他们个头很小啊 但是呢,都长满了花苞 那长花苞呢 花苞的时候呢,就是最好的施肥时间了 我们啊,可以用点零钾肥 零酸二氢钾呢,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它有利于促进盆栽茶花更好的孕育花蕾 那为了能让茶花更好的吸收啊 我们可以喷叶使用啊 喷叶使用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茶花掉花苞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可能因为这个空气啊,太干燥了 造成这个花苞的干枯掉落 那叶面喷肥,既很好地解决了 空气干燥的问题啊 还能让植物更好更有效地吸收肥力 让花苞生长得很好 那很多时候啊,还有人会说 我们养的茶花还是一直掉花苞 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除了空气干燥的原因 那还有可能是盆土啊,过于湿润引起的啊 茶花在孕美期的浇水呢 一定要注意干透之后再浇 否则如果这个盆土长期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啊 那它就很有可能会掉花苞 那掉花苞啊,还有可能是因为营养过剩 那等到花苞马上就要开放的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停止施肥了 因为这时候啊,这个花苞它已经要开花了 那说明这个养分呢,已经很充足了 我们如果还不停止施肥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掉包 那今天呢,关于啊 茶花花期施肥的介绍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可以关注我 小伙伴们